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因为木刃的改动直接导致补偿性的加强了一大部分喜欢出木刃的英雄 这一切的加强将会较大影响到当前刺客的格局 因木刃改动而获得补偿性加强的英雄有 男枪 凯影 卡兹克 好运姐 梦烟 狮子狗 小丑 南刀 齐天大圣 杰 英雄改动 增强的英雄有 芒僧 被动使用技能后普攻所获得的能量回复在中后期提升 一段Q技能的范围提升100码 大招基础伤害中后期提升 圣枪游侠 W技能基础伤害有60到220提升为85到245 而技能的每发子弹攻击加成都有0.2提升到0.25总攻击力 落 WQ技能伤害的法强加成都有所提升 E技能施法距离由600提升为700 男枪 成长攻击力提升到3 成长魔抗提升到1 W技能烟雾制造的时间降低到0.15秒 事业减少的速度现在变得更快 凯影 W技能伤害加成提升为1.3额外攻击 二技能伤害加成提升为1.75额外攻击 好运节 成长攻击力从1提升为2 孟烟 耳技能基础伤害中扣期提升 加成伤害提升为1.5额外攻击力 狮子狗 被动对Q和E技能的残暴封锁降低为0.1秒 强化后的Q技能加成调整为1.4总攻击 E技能伤害加成调整为0.8额外攻击 大招跳跃的额外伤害系数提升 小丑 Q技能新增效果 下一次普攻会造成额外物理伤害 蓝刀 被动的基础伤害11级前不变 但之后会继续提升 大招伤害加成提升 齐天大圣 成长攻击力提升为4 Q技能加成随技能等级提升 而逐渐增加到1.5总AD 削弱的英雄有 霞 只有霞和洛他们自己个人的致命语义 才会打击敌人 调整英雄 卡兹克 Q技能基础伤害降低 加成伤害提升 孤立无援下伤害翻倍 孤立无援总伤害大幅提升 但是W技能不再对野怪造成额外的伤害 结 Q技能对后续目标造成的伤害降低为50% 但现在多个回旋标对同一个目标的伤害不再衰减 大招持续时间内造成的储存伤害 由25%到45% 调整为25%到55% 奎英 攻击力由62 降低为59 成长攻击力由2.4 提升为3 被动现在可在出手的瞬间直接触发标记 大招现在会给命中的每个敌方英雄都施加一损印记 现在变身过程中受到伤害不再打断变身 受到非小兵单位伤害只会减去3秒的大招一速加成 回到召唤平台时自动释放一段大招 在进入战斗状态时不再有3秒冷却 卡莎 普攻Q技能而技能的范围都提升25码 被动普攻附带的魔法伤害 以及触发电疆效果后爆发的伤害 法强加成提升 Q技能每枚导弹的法强加成 从20%提升为40% W技能法强加成降低为45% E技能速度加成由40%到120% 提升为55%到150% 基于额外攻速的所需充能时间降低 大招的护盾现在施放时就可立即获得 并且在达到目的地后持续3秒 装备改动 舒人亚的狂想曲 总价2100斤加40法强 200生命值 10%冷却缩减及8%移速 唯一主动为使用者和附近邮方单位 提供40%移动速度 持续3秒 深渊面具 光环范围由700 降低为325 魔法伤害加成由10% 调整为15% 这个改动对念玉面具同样生效 赤天使之拥 护盾加成由20% 调整为15% 当前法力值 持续时间3秒 降低为2秒 王者的板甲 被动现在变为魔法伤害 在被减速时不再损失气势层数 普攻会消耗掉所有气势层数 来造成伤害 每一层气势层数造成一伤害 且只有近战英雄才能触发满层时普攻的减速效果 在普攻暂停时 生成气势值 鬼索的狂暴之刃 总价降低600斤 合成攻势调整 攻击力和法强加成都降低了近一半 每次攻击造成的魔法伤害 由15调整为5加10% 法强的魔法伤害 和5加10%攻击力的物理伤害 每层被动增幅 由4点法强 3点攻击 调整为4%的法强 加4%的攻击力 攻速加成 由8% 攻击速度 调整为8% 总攻击速度 新增的效果是 在拥有三层被动时 近战英雄的下次普攻 会立即叠满所有层数 海克斯GLP800 合成费降低 使得总价降低200斤 斯塔提克电刃 附加伤害后期降低20点 现在不会再对小兵造成额外伤害 急射火炮 附加伤害由50-120 调整为60-140 召唤师技能 隐燃 伤害从70-410 调整为80-505 治疗术 冷却时间从240秒 调整为270秒 符文改斗 征服者 精密系即是符文 持续战斗4秒后 你对敌方英雄的首次攻击 会给你提供10-35的攻击力 持续3秒 并将你对英雄伤害的20% 转化为真实伤害 只有近战英雄对敌方英雄造成伤害 会刷新这个buff 海骨渡层 持续时间降低为3秒 勇化 游戏开始时获得额外的60生命值 当你参与4次击杀后 移除生命值加成 转而获得自适应的9攻击力或15AP 符文移除 钢铁皮肤和静之壳 现在的钢铁皮肤或静之壳符文 在更新后自动替换为复苏制风 轮换模式 克龙大作战 现在每位玩家都可以禁用一个英雄 更快更疯狂的节奏 从等级3开始 经验值和金钱获得速度提高30% 小龙和大龙的重生速度变得更快更频繁 脱离战斗有额外的移速加成 更多的增益效果和简易效果将一起叠加 扭曲丛林 所有辅助装备移除唯一被动探云首 蓝色公资装系列 现在任务完成之前 击杀小兵或非史诗级野怪将产生惩罚 暂时停止被动加钱和充能 圣物之盾系列 生命值加成降低 巨神风之情 星界残存物每10秒 获得金币由2提供到4 上古钱币移速加5 游牧民印章飞身残存物移速加10 钱币掉落的金币数由40提高到45 冰霜之牙监视残存物 获得金币数由15提高到20 新皮肤 武装战机厄运小姐 海克斯科技阿里斯塔 送披萨的小姐姐西威尔 基里奥愚人杰系列 其中送披萨的小姐姐这款皮肤 小姐姐手中的轮子直接变成了大披萨 十分有趣 另外武装战机和海克斯科技都是全特效的皮肤 尤其是好运姐的武装战机 从外观到使用手感都一级棒 而云杰系列基里奥可以参考同系列科格汪 你就知道是什么样的存在了 炫彩皮肤 恶霸雷克鹏 科格汪 送披萨的小姐姐西威尔 基里奥 以上就是本期老司机的全部内容 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我要小姐姐 我要萌萌的小姐姐陪我玩游戏 我的内心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开车 微信搜索公众号 兔丸在线 全网最无的电竞公众号 每晚六点半 给你一个新鲜的萌妹子